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上帝对他儿女的爱是重水不能熄灭 大水不能淹没的 上帝的爱借着十字架 显明了神对他的子民永远无条件的大爱 当我们追求神的圣洁 也专心要对神有贞洁的心的时候 我们才能完全享受救恩 上帝为了拯救我们的生命 付出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死的代价 这有如父亲把自己全部的生命来生出儿女 爱儿女 也有如丈夫用全部的爱来爱妻子一样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 我为你们喜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主耶稣无条件的爱里面也带着无限的极度 如果我们对许多事物喜爱 却对神的爱和他的作为毫无感动 毫无兴趣的话 这必定带来主的极度和愤恨 当然没有一个人能用神爱我们完全的爱来爱神 但是神要求的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神 我们当如何像贞洁的童女一样 回应神的爱呢 一个贞洁的童女是会要 一 专心爱慕丈夫 二 专心顺服丈夫 三 专心依靠丈夫的 一个妻子爱丈夫 绝对不是只有把该做的事做好而已 她一定会要爱慕丈夫 这爱情里面有喜欢亲近她 多跟她在一起 什么事都想告诉她 想知道丈夫的心 知道了后会愿意顺服她 常常乐意的更多依靠她的 其实上帝要的是我们多多亲近她 与她建立一个爱的关系 上帝要的是我们对她有一颗专一的心 我们对她的爱情带着我们真信 真需要她 无论什么境况里 要找上帝 想要知道神的心意的心 因为想要知道神的心意 所以会要询问主 有想要顺服主的心 这依靠神的心 必定教我们相信 祂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其实当我们在越无能力 越要亲近神时 神不但是更会要帮助我们 而是向我们写明祂的恩典 怎么在我们的软弱里面 更加地扶持我们 那么我们要如何保持 对基督有贞洁的心呢 一 我们要彻底认罪悔改 约尔书二章十三节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要撕裂衣服 上帝要我们的悔改 不是只有在外表 我们的行为改过来 不要讲骗话 不要不来教会 而是一个全人全心的悔改 我们当思考 是否我们的心真的交给主 听了很多神的话 有没有把神的话当真 有没有把上帝当作我们个人的上帝 上帝要的是我们单一 依靠祂 在凡事跟从祂 与神同行的心 二 不断察验 顺从神的美意 看见神的引导 才能保持 癥结 世界的声音是一直影响和引诱我们的 所以唯有我们同时 一直要靠近神 听到神的感动来活的时候 才能保持 癥结的心 当问题 来临的时候 我们要安静 寻求 神的美意 这是叫我们 有能力 不要爱世界 然后我们在 思想 言语 行为上 能够保持 癥结 三 重新调整我们一周 的生活运作系统 如果我们真的要追求一个 癥结的生命 必定要有一个 能叫我们能保持 癥结 生命的一个生活系统 所以我们需要 肢体生活 就是看见教会 生活的需要 在教会里有神的声音 能够与爱神 与清新 祷告神的人 在一起 过教会 生活 能帮助我们 保守 信心 不让私欲 来影响我们 就算我们 处在问题里 也继续让神的话 进入我们的生命 最后 四 当我们像保罗一样 要为当代的圣徒 带导 得时不得时 传道时 贞结的灵 必定临到我们 一个贞结的妇人 必定活在一个明白 也按着丈夫的终极目标 生活里 若我们真相主 有贞结时 神的所愿 成为我们的所愿 神看为有价值的 也成为我们 看为有价值的 神的所愿 是要拯救 医治 培养 祂的圣民 如果我们活着 也为了要完成 神的所愿 得时不得时 传福音时 贞结的灵 也会临到我们 但愿 借着今天的分享 教我们思考 神对我们 无限 极度的爱 并吸引我们 恢复 向贞结的同女 有一颗 专一的心 好将我们 有如贞结的同女 献给基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